你 都收拾好了 快签字吧 签完了我走 行 我签 庄里 我们夫妻一场 我得说一句 你将来无论找谁 都别再耍性子了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 一样地承受你 因为我太爱你了才能这样 其实我也觉得累了 庄里 庄里 真走啊 真走 你舍得 舍得 你不是累了吗 我让你彻底轻松 庄里 你舍得 我舍不得 就算我累死 也不会让你离开的 你是我的宝贝 最最亲的宝贝 这么早就醒了 这么早就醒了 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庄里 结婚快一年了 我今天才知道 这一年你是怎么睡在我身边的 肯定的 我们今天才能睡在哪里 你女人 我全都快啊 她没疼 你 这一年 第一天 还好 我 你 不 小波 你一夜没睡 不想睡 就想这么看着你 庄丽 原谅我 昨天是我太残忍了 你这么纯净 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就义无反顾地嫁给了我 就算你耍个性子 发个脾气 我还是不该签那个字 我真的挺不是东西的 你嫁给我肯定后悔过 连我都替你惋惜 这一夜我看着你就在想 你这么好的女孩 怎么会跟我这么个没出息的男人 很多的幸福都给不了你 幸福没有很多 只有一个 你爱我 你爱我 你的房子都行 我们不能要余仙姐的钱来买房子 我绝不能让你 在任何人面前低头活着 为你 为我们的生活 我不怕低头了 只要我们在一起是快乐的 就足够了 不要 不要 那样你会变的 你不能变 变了 也就不是你了 我也不变 放心吧 留童的 刘童的形象代言 我不接 更不会去理她 你不开心 我心疼 知道 我们都开开心心的 嗯 绽里 再等半年 半年以后 我一定让你住上 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 哪怕是只能放你 了 哭 瞎 你不准备着 小波 采篮 刚起床吧 早上我就跟我们经理 打过电话了 刘彤的创意我不做了 所以 你不用再来找我了 我知道 不过 你也没有必要再上去了 刚才你们经理说了 你被这个公司开除了 本来我想上你的工作间 帮你收拾一下东西 看看有没有什么要拿的 结果翻来翻去 只有这个 我知道你的性格 你现在不可能再上去了 小波 我们走吧 小波 小波 小波你干吗呀 我在这儿压抑了几年 我为他们做了那么多 让他赚了那么多钱 我不能连口粗气都不喘 就走吧 小波 小波 你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 能证明什么 就算你出了口粗气 就能居高临下了 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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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 你这不是欺负人吗 不管怎么说 你跟易烟也好几年了 而且很快就要结婚了 就算一切都成了过去 你也不能一切都这么残忍吧 彭越来就来吧 你怎么不直说 你还来易烟在门口里迎接 你这么捉弄她 心里就痛快了 你说你这不是个人安全是什么 我算看错你 你不是个男人 彭越是你的初恋 你拼来易烟去迎接 用彭越的钱去押一押 你赶快找个机会 先依然道歉 孔冬谈 我是不是男人 你没资格评价我 不过有一点你说对了 我就是要用彭亚的强势 来压他 但绝不是个人恩怨 我知道 他丁一安也只有你 才能把他拉回训练场 忍受着彭亚 这是你的魅力 但是我并不敬佩 如果我没有让他 走的心理准备 也不可能这么去处理 跆拳道训练场里 有没有他丁一安不重要 徐医超 你真是个混蛋你 你这么伤害一安 太不人道了 你应该知道他的经历 他为什么要去体院 为什么渴望做主教练 我不知道 你是装糊涂还是忘了 他跟我说的时候 眼泪一直憋着 尽管说得不是很具体 但我能明白 那一定是一段 很伤心的经历 连我说他几句 我都后悔了 当然了 你怜香惜玉啊 我跟你比不了 再说我根本不知道 他有什么伤心的经历 孔东南 既然你这么关注他 我就要提个醒了 如果发现丁一安 在训练中不配合彭亚 不好好跟着学 再耍性子 那对不起 这个时候我只能请他先离开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你对那个彭亚就那么有信心 你去领教一下就知道了 他丁一安不是渴望当主教练吗 那你什么时候向一安道歉 不然 不然 我就离开训练厂 你不是说找不到像我这样的教练吗 你不是说找不到像我这样的教练吗 威胁我 对 威胁 让我想想 三天 超过三天 我走 孟丹 我之所以跟你到这儿来 是想求你 不要把我被公司出名的事告诉刘彤 我倒不是怕他 我是怕庄丽知道 尽管庄丽已清决定 不再借他的形象代言了 更不会再理他 但刘彤肯定还会去找庄丽 为了劝庄丽跟他再合作 很可能拿这个作为理由 你别把刘彤想得那么愚蠢 他恰恰不会说因为这件事 你被公司给出名了 那样庄丽就更不会接了 不过 有一点他会说 为了你 他把这档生意从你们公司撤出了 你说什么 他撤出了 对 你一打电话推掉 你们经理马上就通知刘彤了 刘彤当时就去你们公司 撤出了合同 而且还按照合同赔偿了费用 所以我被公司开除了 刘彤成心让公司没了生意 刘彤成心让公司没了生意 再把责任推到我这儿 不完全是 刘彤撤走也是无奈 本来这档业务 就是冲着你才找到你们公司的 他真的不是因为我才去找你的 尽管那天他在这儿是这么说 他是个生意人 他看中的真的是你的才华 所以小波 这件事是我出了问题 我本来是想帮你的 可没想到却害你丢了饭碗 我刚才听你们经理说 这几年你一直很努力 他不断地在给你加薪 说下个月公司又要分红了 你还会有一笔收入 是 因此效益是很好 待遇也很高 这个我知道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你就已经进那家公司了 是多少人当中被选中的 八千 是全国招拼的 现在想想 他们开除我也是对的 做事不能出尔反尔 不能没规矩 是 你们经理也是这么说的 你去求他了 我不但求他了 我还求刘彤不要撤出 因为我知道 像这样有规模的公司 一旦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们一定会按制度处理的 只是我没有想到 他们会开除你 当时 我气得跑到你工作间 其实我什么都没犯 就拿走了庄丽的照片 可能 你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带走 没有 没有了是气话 不跟他在一起 我才会后悔一辈子呢 我明白 你这么说 是不想让我留恋你 不想让我后悔离开你 小波 我不后悔 也不留恋你 就是 经常会惦记你 担心你 觉得 你这样的性格会吃亏 淹没你的才华 像你这么实实在在 人家说什么就会信什么的人 已经很少了 其实 命运还是公平的 也许我试掉了很多机会 但我得到了庄丽 孟丹 我刚才说的话 不是要暗示你什么 我是情不自禁 对庄丽 我就是这种感觉 那你可能又会受打击了 刘彤已经带了 另一家公司的创意人 去找庄丽了 而且说 这个人 庄丽是不好拒绝的 听说 是他曾经的老师 小孩得了白血病 急需这笔庄丽费 刘彤究竟想干嘛 你为什么让他去找庄丽 我怎么知道你会这么在乎 昨天晚上你还说后伙结婚呢 再说 我拦得住刘彤吗 从我认识他 就没见他认输过 你这么把他给拒绝了 就算压他一头了 他肯定要找回来的 何况 庄丽的确是他选中的目标 他为什么总去拍卖会啊 你别去 你越去找他 他越会跟你示威 刘总 我就知道你有话要说 不然你不会送我出来 不是后悔签了这份合同吧 你说对了 因为刚才我老师在 我不好不答应 尤其是说到他小孩 现在后悔了 现在后悔了 是 我已经跟我爱人表示过了 跟他我不能出尔反尔 更不能因为其他的事情 影响到我们俩的生活 我没那么高的境界 也不想在外头泡头露面的 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我还是喜欢平静 我还是喜欢平静 难得 难得看到你这么纯情的女孩了 我怎么还是女孩呢 如果是的时候你找我 也许我会很开心 特别是我老师又是这种情况 他从前一直对我很好 我考大学 他一个假期都在给我辅导 他一个假期都在给我辅导 我这个人很笨 什么什么都搞不好 包括婚姻 明白了 你今天 你今天比从前更让我欣赏你 那会儿也只是外表 难怪 你这双眼睛 会让我一直不忘 你也会让我来 她今天这么早呀 我看你一头都害 姓 把石头送来的钱借我吧 我保证还你 咋啦 看好房子 不能你一个人去带上棕笔 我肯定还你 换啥换 年底还有 别忘了带上庄丽 我成选你 这个合同 作废 那我老师的创意 他小孩等着钱治病呢 你不认为老板 你这么纯净 也应该感染我一次了 尽管我是为你找到他 他的水平你我心里都明白 不过这个机会我给他 我宁愿让我的老板开除 老板 你自己不就是老板吗 其实 其实 我已经用自己的钱 把合同的首付付给你老师了 怎么办 他小孩儿躺在医院里呢 是不是赔偿小波公司的费用 也是你自己付的 刘总 刘总 我还是做吧 不能让你损失这么多 我觉得自己太自私了 走 我们回去 再重签一下合同吧 还是不要吧 我刚说了 能看到这么纯情的目光很难得 别让他受污染了 我不想看到你生活不快乐 什么纯情啊 刘总 我的生活没这么脆弱 只是我不想给自己添太多的事 小波从来不干涉我生活以外的事情 从前你不是还当着他的面 约给我吃饭吗 他好像连看都没看我们 他不是你 卓丽 晓风 小波 姓刘的 你说我是现在就把你给打残废了 还是让这个社会来惩罚你 小波 你怎么这么不文明 赶快把刘总放开 刘总 对不起 赶快回院 没一事 小波 小波 我要报警了 我要报警了 你怎么这么强啊 你怎么这么强啊 小波 我告诉你 刘总的邪相代言 我做定了 我今天什么都不做了 我要让你知道知道 我刘总的厉害 我不是弱者 我不是弱者 他 你是队 老头 你干吗啊 张丽 放警啊 张丽 张丽 快要报警 我宗小舅害怕警察 孟丹 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了 我调查过他了 他都是骗你的 他五年前就在加拿大 已经结婚了 是一个比他大 二十几岁的父王遗孀 红真公司是人家的老板 他利用这个 已经骗了很多女孩子了 他现在用的钱 都是人家准备 捐给孩子们的钱 听说那边 正准备起诉他了 跟他离婚 小波 谢谢你的好意 不过 这件事我知道 我为什么跟你说我不踏实 你问我为什么不快乐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我本打算 等他离了婚 嫁给他 你仔细想一想 其实他也挺不容易的 什么事 打算 我现在准备了 路通 我们走吧 你别把自己当圣女 我没什么不容易的 是我不容易 是我要追你 小波 我真的是因为刘彤 才跟你分手的 走吧 你在这儿等着 我回去取包 你是为孟丹调查的她 又是为孟丹打的她 我说过了 我没有去调查 更不是为孟丹 我回来跟于衔姐借了钱 就到处找你老师 因为你给过我她的电话 还让我经常要打个电话 关照她 结果关机 我就跑到儿童医院 又去了白血病专科医院 我是想把钱送过去让她用 免得你为难 推不掉刘彤 可是我最后在医院查的结果是 你老师的孩子一个月前 就已经去世了 她是借了刘彤一笔钱 刘彤就让她用这种方法来找你 她是从你那儿出来 开了手机 给我打的电话 那会儿我还在医院 她说她自己很惭愧 本来应该是为人事表 没想到离了职 回来欺骗自己的学生 是她告诉了我刘彤的经历 他们好像在一起共过世 而且她还说 其实刘彤内心就是要把你带走 甚至还打算过在国外为你买一套房子 你这纯粹是瞎说呢 我们老师如果知道她是这种想法 不可能跟她来找我 你不要再强调理由了 你今天这么无礼 就是为孟丹 只是没想到的是 孟丹根本不买你的账 尽管刘彤打你的时候 她把你抱得那么紧 可是最终人家的心 还是在刘彤呢 我也觉得刘彤没什么不好的 起码她敢想敢做 已经被你说得体无文夫了 人家也没感觉到卑微 不像有的人 连表礼如意都不敢 说 卑微的应该是我 我天生就该让人踩在脚下活着 因为我不表礼如意 心里明明想着孟丹还不敢承认 还要拼命跟你表白 是啊 人家当初甩的你呀 不然 躺在你身边的不就是她了吗 庄里 你说这话太没意思了 你是不是真的看好那个流通了 还来得及 只要你说话我就让路 也用不着住几平方米的房子了 人家去国外买别墅把你包起来 你这是嘴吗 还说孟丹把我包得紧 不想想你自己是怎么包那个流通的 我是怕你把她打伤了 对啊 我伤不伤你就用不着管了 算了 咱俩既然都心有所属了 还是该干吗干吗吧 我也咬不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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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过来 你不过来 我去哪里 你不过来 庄丽 别理他 你石头姐夫 头一回看见他 就说他像个大清姓 就是没长熟 男人本来就成熟得晚 小波就更是得晚点的 原来我还以为 抱走他的爹妈 对他不赖 后来我才知道 人家生了自己的孩子 就把他当成了弱智 上大学 靠研究生 听说都是学校救济的 可学校也顾不上 教他咋做男人啊 原谅他吧 说的贵齐 还是我们家害了小波 准理 把这个拿上 小波刚还我 我不要 还又要犯脾气 有空顺度看看 选个房 石头姐夫说了 年底还有 等你们买上了新房 住踏实了 姐也就不跟你们搅和了 我那儿也一家的人呢 姐 这钱我不能拿 听说这是石头姐夫 攒了快二十年的钱 攒多少年 也是为了把他往正地方用 要不挣这钱 要不挣这钱还有啥用 庄历 听姐的 你不拿 买不上新房 石头姐夫 也不能让我回去啊 说心里话 姐也是个女人 没个家 没个男人依靠着 心里也不踏实 姐 你要是真走 我还舍不得 原来我对你的态度 别生我的气 不生气 自从你知道了 我是小波的姐 看你对我多好啊 放心 我就算走了 啥时候叫我啥时候回来 等你生孩子 姐保准得好好伺候你 这回我可能真的怀孕了 过了一星期了 在早上 我用湿纸试了试 咋样 反应的是阳性 那就是了 明儿姐带你去医院 好好查查 刘童 我们分手吧 其实 我们也谈不上分手不分手 准确地说 我应该属于第三者 本来我们就没什么结果 孟丹 我还是要谢谢你 你真是个很狭义的女孩 而且很敏捷 你根本不知道我的经历 如果换作别人 听了马晓波的话 自己就要发疯了 你不但没有 反正把台阶给了我 那倒不是 我是给自己留面子呢 小波这个人我知道 如果真让他感觉到 我是被你欺骗了 我那天在痛哭而去 他今后就会牵挂我 我不想再让他为我分身了 本来他的压力就很大 因为这件破事 被公司除了名 还是我把他害的 再有就是 我不能在他心里 留下一个弱者的印象 那会儿我跟他分手 我的确很强势 是因为我出现了 要说第三者 我才是 不然 跟他结婚的新娘 应该是你 跟你没关系 本来我们俩就不合适 分手是早晚的 不过对你 我不是没有察觉 你刚才还说我敏捷呢 只不过 没想得太复杂 总以为 你可能是那种 急功近利做事的男人 甚至有的时候 会不择手段 对女人并不那么关心 也可能 受过什么伤害 我是受过伤害 就在五年前 一个女孩 我们就是人常说的 青梅竹马 初中同学 结果就在我拼命挣钱 离结婚还有三个月的时候 人突然找不到了 后来才听说 是刚才公司的老板 去了日本 我当时几次想死 那会儿正是过年 我妈因为我 几年都精神不正常 就在一天夜里 我走在大街上 差点让车撞死 是她的车 她来中国旅游 她很喜欢中国文化 她父亲曾经在中国 待了快二十年 是个医生 救助了很多孤儿 从那以后 我就认识了她 尽管我们年龄 差异很大 但她给了我很多温暖 和安慰 其实我心里明白 我们都不是爱 爱有多种方式 我也不知道劝你 要不要真心 不管怎么样 你这一年多 还是给我带来了 很多快乐 谢谢 孟丹 对了 我还想问一句 对庄丽 你是怎么想的 你从来都没说过 当然 我也没问 她的眼神 很像我从前的女朋友 你想用她 来报复你从前的女朋友 你最终打算把庄丽怎么样 我哪儿有那么多的打算 也许还是旧情难忘吧 所以 马晓波说我找了很多女朋友 的确找了很多 走近了 就没那种眼神了 跟你能交往这么久 原因是你也很纯情 只是不如庄丽 明白了 孟丹 对不起 这个 本来是打算付给庄丽 做形象代言的定金 三十万 密码是六个九 我说了 这几天给你去买辆车 拿上吧 算是我借你的 小波被公司除名了 是因为我 我要替他搞一个自己的公司 等赚了钱 会还给你的 我发个信息给你 就算是借条了 放心 我不会换手机的 小波 自从我知道怀了孕以后 好像一天一个变化 觉得自己长大了 说心里话 有的时候 我把你都当成孩子 你吵 你闹 我也不觉得那么委屈了 反而觉得 你和我们还没出生的孩子 将来我都要呵护好 你的童年那么不幸 我要让你看着 我是怎么给我们孩子幸福的 让你忘掉不幸 当然 你也要给他 你是他的爸爸 电话里也和我妈说了 真的找了一个不一样的男人 还告诉他 怀孕的事 妈怎么说 我妈半天没说话 好像哭了 后来呢 后来他问我 你知道我怀孕高兴吗 我说 当然高兴了 我就把我怀孕以后 你对我怎么怎么好 全跟他说了一遍 他听了 好像挺高兴的 就是嘱咐了我一句 别以为自己怀孕了 就什么都有理 女人怀孕很正常 没什么可委屈的 你们是要过一辈子呢 别因为这几个月 伤了以后的感情 他还特别地说 虽然这几个月 我们不能同房了 但也不能忽视你的感觉 小波 我有忽视你吗 你没有 只是我不好 你要是把我跟你发火的事 跟妈说了 她肯定会劝你 不要这个孩子 也许会让你跟我离婚 我怎么会说呢 我们俩人有多爱 她怎么会明白 我片面地说了 她要真劝我跟你分开 我才自讨哭耻呢 我从前几次想说 就是怕她劝我离开你 再说 我心里明白 你为什么发火 烦躁 小波 其实我早知道 你被公司出名的事了 最近一直在找工作 心烦 刘虫告诉你的 她怎么还会有勇气来找我 是那天我跟郁仙姐 去医院检查 确定了怀孕 就给你打电话 发现手机你扔在家里了 就往公司打电话 不过 我没跟郁仙姐说 小波 压力别那么大 妈妈找 你这么有才华 不怕没地方施展 房子 我们不着急买 放心 我说过的话不能改变 就半年 一定让你看到 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 你丈夫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那就真成了弱智了 还有 一定要把郁仙姐的钱还她 说心里话 我挺心疼她的 她找谁了 卖我 又不是她的错 石头姐夫半辈子挣这么点钱 给咱拿来用 那天 我从她那把钱借出来就后悔了 那张信用卡 在我手里沉甸甸的 幸亏没把她送出去 放心 我会还的 只是现在不能给她 她会失落 等我们买了房子再还 她说了 等我们买了房子 她就回去了 所以 我们更要快点把房子买上 我看得出来 这阵子 她比从前牵挂家了 特别是最近 石头姐夫老来给你送吃的 当然了 人家也是夫妻 雨仙姐就够坚强的了 要是换作我 离开你三天 我都会不知所措了 小伯 我昨天把自己信用卡上的钱 都打在你卡上了 买房子 一块儿用吧 是你打的 我还以为是孟丹呢 今天一直跟她吵 你说什么 孟丹 马小伯 你今天必须说清楚 你怎么会想到孟丹给你打钱 这些天 你是不是一直跟她在一块 你说呀 说话呀 你说呀 钟丽 多少吃点 就算你不想要这孩子了 那也得吃饱了再去医院啊 昨天我听见你们那五一宿没睡 你今儿再不吃点东西 说心里话 姐也做过这手术 虽说最糟的时候骨肠 可大夫说 要是体质弱的 都能影响那将来的生育 你这回不要了 早晚不得有个孩子 你这身子骨本来就不壮实 多吃点吧 姐 你说 咱们女人怎么这么被动啊 一旦嫁了人 再怀了孩子 想的就只能是这个家 和这个男人了 就是发生天大的事 最后的结果 也只能是无奈 那也不一定 现在结了婚有了孩子的 离婚的也不少 钟丽 姐做梦都盼着 你能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你们三口人 能乐乐呵呵地 过自己的日子 可姐毕竟是外人 更不想看着你委屈 这一年来 姐也都看见了 小波是不会疼个人 想想我当初怀我们大勇 你姐夫都比小波想得周全 昨夜里 他就不该跟你吵 看着这喊劲的 他也不想想 你肚子里还有一口子呢 这要吓着了 他这辈子还能够安生啊 那倒不是 是我把他踹地下了 他上来一次 我踹一次 三次他才喊的 多少次都不能喊 你这么踏实的闺女 他上哪儿再找去 啥一步图 跟着他大街上都敢睡 他可能就是因为 我太踏实了 才敢欺骗我 其实我现在倒不是担心 他会跟孟丹怎么样 他要真怎么样了也没关系 但是他要跟我说清楚 我不想让一个想我想腻了 又去想别人的男人躺在我身边 其实我妈的婚姻就很不幸 我跟我妈一样敏感 我爸从前就有过一段不光彩的过去 那时候我还很小 我妈就抱着我 跑到派出所好多次 所以 我从小就怕见到警察 但最终 我妈还是原谅了我爸 因为有了我 总理 你要是因为这种事 皆得替小波跟你解释解释 昨晚上 我趁你们去洗澡 从小波的衣服兜里翻出了手机 找着了孟丹的电话 即使早起天没亮 我就把那个孟丹约出来了 全门清了 他是要给小波拿几十万办公司 就是从那个刘童那儿借的 他几次跟小波说 小波就是不要 而且小波还发了毒誓说 如果那个孟丹再来找他 他当场就去撞汽车 因为小波跟你说过 他对你如果有一点三心二意 他就会被汽车撞死 他要跟孟丹开了公司 背不住要关心孟丹 一来二去的 万一哪天关心多了 人心都是肉掌的 小波说 他心里不能再有任何人了 一点都不能有 又装力一个 他这辈子就满足了 孟丹也说了 他不会再去找小波了 人家要去寻找自己的快乐 虽说他不可能再成为 你和小波这样的人 可他要找到爱他的人 他怎么会找到爱他的人呢 明明知道小波结婚了 还要搅合在中间 甚至 跟他自己要嫁的人借钱 帮自己的前男友 他说了 已经跟那个刘彤分开了 他为啥帮小波 是因为小波丢了工作 是他引起的 他想还这个债 他现在想起还债了 当初 他凭什么管我们家的事 差点害得我们离婚 至少是不快乐 他太不尊重别人的婚姻了 对 小波跟他说的好像也是这个意思 庄丽啊 其实当女人没啥不好的 生孩子 当妈 那才是没白活呢 你想想 这大街上一个个的 不管是多高贵 多了不起的人 没妈 哪有得了他们啊 我啥时候往大街上一看 人越多 我越缴着自豪 那 你问那个孟丹了吗 小波现在的工作 是他给找的吗 小波现在 哪有工作呀 这个事 小波是骗了你 我从孟丹丹回来 正碰上小波出门 我就后头一直跟着 你知道小波 现在干啥呢吗 姐 把他放这儿了 我去医院了 咋了 这孩子 你还是不想要啊 对 先不要了 再等等小波 跟他分开 我做不到 也舍不得 他现在为了我 连梦想都不要了 不然 他跟孟丹搞公司 也许真的会成为 标签式的创意人 过平淡的生活 我们都要付出代价 那 那就等明儿再去 咱还得跟小波 商量商量吧 昨晚上 你不是也听见了吗 他同意不要这个孩子 那是话赶话 堵着气说出来的 不能算数 不是 他就是觉得压力大了 可能他心里 真的后悔跟我结婚 那就跟你一块儿去 你一个人咋受得住 用不着 现在都先进了 不是上手术台 先吃药 姐夫 来吗 上班啊 姐夫 来 走 以后不用再拿鸡蛋了 那行 那天给你抓几只缠尖过去 你行了 别苦苦咧咧的了 我跟你说了 他保证舍不得打着孩子 亏你还是个娘们儿 你忘了当初计划生育 打着孩子了 小点声 让人在听见 听见办法 我是你男人 我看你跟城里人学不了好 还是赶紧回家吧 我爸不得早点回去呢 那房子他们要是真看好了 大夫说我身体太弱 让我养养再去做 虚伪 这城里人说话就是不实在 还身体弱 你当初比他身体还弱呢 不照样打了 往后啊 他们说话别傻听傻信的 上楼给补补吧 再问问那房子 不能把实底说了啊 我不是为他们 是想让你早点回去 谢谢 小波 对不起 我怎么会真的跑到医院去 你不甘心生这个孩子也是对的 我不值得你为我这样 庄里 你要真是不想要这个孩子 就做吧 好在他还不大 等到跟他有了感情 再想不要他 就难了 我不想看见你委屈 特别是从心理委屈着和我在一起 人谁都应该替自己多想想 说心里话 我从前的确想自己比你多 不过你放心 就算你真的不要这孩子 不管你是不是能落下毛病 或者不能再生育了 你永远都是我的老婆 我最爱的人 除非你想离开我 谁说我不要这个孩子了 就是想去看看 你不是看 庄里 你怎么任性跟我发脾气都可以 但这件事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你还当我是男人吗 你不要不承认自己虚伪 我刚还在反省自己 是不是太自私 真的只爱自己 现在看 你比我还自私还爱自己 甚至连自己的亲生骨肉 都可以随随便便地不要 你想想 你这么做和当年卖我的父母 有什么区别 马晓波 你这是血口喷人 我根本就没有想那么多 就算是我有了那么一瞬间的念头 那也其实一瞬间 我是女人 我不是没有看到女人有了孩子以后 男人变了新的无奈 我跟你说过 我爸曾经就是这样伤害过我妈 他跟我说过无数回 他不是因为有我 早就跟我爸分开了 尽管我爸现在悔过自心了 对我妈也很好 但那种伤痕 已经牢牢印在我妈心里了 从我懂事 就没看见她有过真正的幸福 你的动眼不信就可以这一发作 我呢 我就不能有一瞬间的念头 我为什么这么敏感 根本不敢谈恋爱 我真的很怕 我就是看你跟别人不一样 才敢嫁给你 小波 小波 你能告诉我句实话吗 我到底是不是你一生都要相守的女人 我不想跟我妈一样的命运 你 宝贝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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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做得不好 才会让你心里这么不踏实 放心 今后我有多爱你一定让你明白 别再有那种一瞬间的想法了 虽然幸福有多种 但是我只要一种 跟你和我们的孩子在一起 一辈子在一起 一辈子在一起 你就是再怎么跟我哼 跟我发脾气 我都不说一句让你不踏实的话了 周氏 你昨天还说个不要吃孩子呢 结果打死我也不说了 对了 你刚才说 雨显杰想让你明天去看房 什么房啊 是石头姐夫给看好的房 说是地点挺好 离我上班很近 好多房型 大小都有 你要是看好了 就选一个 我听说那几栋楼 都是石头姐夫他们施工的 那个房地产商 优惠大了 房价很便宜 不可能 肯定是他们想垫钱买 不跟我们说 那咱就先假装不知道 总归我们是要借钱的